另外在台东大午乡 也有一位70多岁李懒老妇 不仅因为经济问题 他放弃化疗 还和家里头7个成员 共同住在破旧露齿的铁皮屋里头 台湾善总子义工团得知这个消息 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 募集210万元散款 也招募各地义工 到大午来帮他们重建家园 志工们分工合作 希望在迅期的台风及豪雨到来之前 将破损不堪的房屋重建好 住在台东大午77岁的陈姓阿嬷 两年前罹患肝癌 因为经济状况不佳 只好放弃化疗 而他的生活环境也非常拮据 一家八口挤在一个铁皮屋下生活 台湾善总子义工团得知后 便号召了40多位志工 以及210万的善款 协助陈阿嬷重建家园 三座时间能够号召全国各地的义工 来帮陈阿嬷 导致到一个完整的家 因为希望在台风寄来之前 可以让到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我们目前募资在约210万 目前施工遇到一个比较短缺的问题 就是我们目前义工欠缺的 就是木工和水电的部分 然后也希望借这个能够号召更多的义工 义工来帮我们完成这个案件 他们在做的时候是非常炎热 可是一来就是六七十个都中暑 可是我不断的就是让他们去 不要那么的辛苦 去用冰块 然后用些很配合他们 他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个很有爱 很有用心的做每件事情 台湾善中总真的很感动 陈阿嬷的家中 仅靠一位儿子的收入 以及中低收入补助 与二儿子的身杖辅助过活 即便原有的铁皮屋破损漏水 无力负担修缮费用的他们 只好咬牙继续住下去 索性义工团的职工伙伴们 为他们募集善款 出钱又出力重建家园 希望有了来自社会的爱心 为他们打造新房子 可以让陈阿嬷一家 过上安全舒适的生活 记载前轮大午相报道